好,各位好,那我们来看范例6 这是完全非弹性碰撞的一个经典的应用 叫做冲击摆 它就是把这个子弹射进这个木块 射进这个木块之后,子弹卡在这个木块之中 那因为子弹有速度,它就会把木块推动 推动让它升高一个高度 它的应用是可以用来测子弹的速度 射出枪打到木块的时候,子弹的速度是多快 因为子弹跑得很快 那以前如果没有测速枪的类似的装置 以前要怎么测子弹的速度呢 其实就可以用冲击摆的方式来测子弹的速度 那要怎么做呢,是这样的 首先呢,第一步是去算 它想要我们算子弹未射入木块前的速度V是多少 那在这个撞击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如果看它撞击的那一瞬间呢 撞击的那一瞬间呢,就是 子弹很快速地推动木块,木块很快速地让子弹停下来 那我们会视为它这一瞬间是动量守恒的 这一瞬间碰撞的前后瞬间是动量守恒 我们的木块一开始是静止状态 就是大M乘上0 然后等于后来的后来合体 后来合体 合体之后一起用一个速度V就上升 速度V'一起往前进 然后接着再上升 上升一个高度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出V'是 小M加大M 那分之小MV 那接着呢,透过这一个速度 它可以让木块和子弹上升一个高度H 所以它就是像单摆 那个在力学能守恒的章节有没有 有没有学过 就是摆啊 从高的地方往下摆 就会是位能换动能 那反过来说 如果在最低点呢 往上 最低点往前有一个速度 它就会往上 然后到某个高度 才会开始掉回来 那这个就可以用动能换位能 只是这一次的动能 动能还记得吗? 2分之1mV平方 那动能这一次的M 是子弹和木块的M 质量是小M加大M 那速率呢 就是V' 速率就是V' 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然后呢 它就要换成小M加大M 然后乘上GH 这个是来自于重力未能公式MGH 只是这一次的M 是总质量 只带木块一起上升 那我们就会发现呢 稍微的移一下位置吧 我们就会发现呢 这两项消掉了嘛 所以如果你比较熟悉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 它其实就是V平方 等于2GH 或是V等于根号2GH 好 那所以 V'就会等于根号2GH 好 就是用V' 然后可以上升到 这个H的高度 那这个V' 刚刚又有算出来 就是从动量手痕算出 它跟子弹射入之前的速度 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答案 知道说子弹射入前的速度V 就可以写成小M分之小M加大M 然后开根号的2GH 所以这个第一小题的答案就是E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 先把子弹拿去称一称 就是小M就知道了 小M就知道了 然后大M木块 当然也可以称一称 就知道它的质量 然后重力加速度G也知道啦 然后最后在观察 这个子弹射进木块之后 它的高度 然后带入这个式子 就可以去推算子弹射入之前的速度 这就是冲击板 那第二小题是 这个跟我们前面的千直面圆周运动 做结合 它说如果是射入前跟射穿之后 子弹的速度是4 然后跟它5GH 以及射出后变成2 跟它5GH 那它变慢了 它变慢了 那一定是有推动这个木块 那木块被推动之后 恰好可以转一圈啊 那请问 子弹的 跟木块的质量的比值是多少 那一样啊 透过动量守恒 透过动量守恒 就可以算一下木块的速度 透过这个总动量守恒 那我们就可以列四 列四就是子弹的速度 是小子弹的动量 子弹的动量是4 M乘上4的根号5GL 再加上木块的一开始动量是0 那就要等于后来的 这一次没有合体了 所以要分开来看 后来子弹的动量是 小M乘上2根号5GL 后来的 木块的速度 我们叫V' 为了跟第一小题的做区分 好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个V' 就会是 2M 除以大M 坑号的5GL 那如果要转一圈的话 在我们前面的千值面圆周运动 如果要转一圈 那在最低点它的速率啊 会是多少呢 这里的字要重写 会是多少GR GR 或是根号5GR 这个要去复习一下 千值面圆周运动 好所以 今天呢 木块 它被子弹穿过去之后 它的速度是这样 可是这个速度要刚好等于 根号5GR 而且这个R 今天 绕圆的半径 其实就是 绳子的长度L 所以也就是说 2M除以大M的根号5GL 就要等于根号5GL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小M比上大M就是二分之一 这样子 这样子 那这一题就是应用 前面的千值面圆周运动 概念 然后再加上 这个冲击摆 的概念 好 谢谢